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司法文官體系出身的人他們會激勵他們士氣 因為終於不用再去聽什麼律師、學者、空降部隊、外行人的話 總有一天我們可以升到的底 當然這個說法我第一個反應就是問徐老師說 你這個是不是在反諷嗎 他說不是啊 但是他雖然我覺得他還是反諷 但是我當時擔心的是因為我是留日人 日本在1970年代之前他們的最高法院長官 也就是我們司法院院長 曾經有好多是律師或者是學者 但是1970年代末期之後呢 一直到現在幾乎全部都是法官出身 那已經顧病下來 就是說他們的司法院一定都是專業法官 那這有什麼好處當然很多 最大的壞處就是說 因為他們的法官都可以有違憲審查權 但是這些司法專業的聽話的法官 當了最高法院院長以後呢 他們就嚴禁下面的人去做 尤其是跟憲法第九條 放棄戰爭有關的憲法審判 所以讓整個國家變得很保守 當時我第一個反應覺得那是很危險的事情 可是呢我再仔細想想看 我坦白講 今天我們記得魯貴的那個 開頭說 所舊的司法官能夠存在司法重任嗎 這當然我們一看就知道答案是NO 但是我現在要回過來 讓我們再想深一點 那麼精英的法學者 或者是說那些偉大的社運 曾經做過什麼社會運動啊 或是什麼這樣子的律師呢 或者說這些人他們說好不保留 在支持著這些法界大法 那他們就有辦法能夠存在司法自改重責嗎 憲文定到底有什麼地方是糟糕的 我跟你講講不出來啦 他就是一個保守的人 他就是無懈可擊嘛 他就是一個很知所進退的官僚 他也不特別當官 我們能夠罵都集中在警方嘛 有沒有注意到 我記得阿扁在 要用憲文定當總長的時候 我身邊的高律師他們是很贊成的耶 稱讚他啊 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可是好多法界的人都稱讚憲文定啊 就是說你之所欽對 如果只有這麼緊張的話 我OK的喔 你好棒 現在你突然到大寶寶裡 你介入到什麼東西呢 你突然把我們過去的這些很有威望的司法院長的格都降低了 我們來算看有威望的這些大法官好了啦 或是說這個 你就從翁老師說起 賴老師說起 陳老師說起 他們哪一個沒有在國民黨時代就當大法官的啦 拜託啦 法界自以為了不起的 我說這個社會裡面的這些大頭們 誰去當了民進黨的不分區之後 現在就已經出來贊成這個人士了啊 如果他們現在不是當不分區的話 他們一定就跟我們在一起罵他你信不信 這個是我們法律界的大問題 我告訴你 謝跟林喔 他們就是因為他們不夠大咖 他們很小咖 所以這些人很振奮 所以他們就完全符合蔡英文用人的標準 就是要當文官 蔡英文就是喜歡文官 他本身就是那樣的系統 他就是喜歡文官 但是蔡英文必須要 所以我對他這個任命 我後來想很久 我沒有意見 隨便你 可是呢 這要告訴你說 那麼 所有 你既然好像從林權以下 你全部用的都是這種文官啦 而且還用文官絕大不夠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一大部分就是馬英九世代的文官啊 他都不在乎啦 因為你想深一點 你這些所謂綠營的人 自以為說很照顧你的這些大佬們 他去照顧 照顧自己門生 那是工器實用耶 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啊 你多寫40本書又怎麼樣 你能夠實踐嗎 你到現在沒有實踐成功啊 那對於這個一般的專業的文官吃飽文官來說齁 我幹嘛要我的這個前輩呢 能夠寫出很棒的這些學術作人 他又不是學者 但是他資歷完整的意思就是 等於那樣子的東西 我們的學術界也有很多是很資歷完整的人啊 真的有很了不起嗎 也沒有啦 而且也是有那種掌控 那甚至說想聽八卦一下 那整個中文是怎麼死角的 他是歷來唯一一個可能不是 就最新 不是台外法律系出身的人 你再想想看 蔡英文這邊剛才 詠誠兄他說 我們法界很多大佬 幾乎所有人都不贊成 那我要問一下 蔡英文這邊沒有法界大佬 蔡英文身邊法界大佬一定是綠營的啊 那這些人是誰講出來啊 是他們不要的耶 他們還玩了一個很不要臉的手法說 本來是要推薦許中立老師 但是因為推薦他可能會違憲 所有人都知道那哪裡有什麼違憲的問題 那總統也是學法律 他們不知道嗎 他們居然接受這樣的說法 還玩弄許多立老師耶 誰有資格玩弄他 一定是比許老師背負更高的 少來了啦 這個事情比我們想像中更嚴重 不是現言物理 現言他們有問題 他們最大的好處是聽話 你看聽起來多麼聽話 昨天還在跟蔡英文站在一起 今天就跟蔡英文站在一起了 喜歡用文官就是喜歡這樣的人 為什麼他可以貫徹他的意志 不管什麼上來都貫徹那個職政人士 文官最大最大的標竿就是這樣 文官還在講什麼道義啊 講自己的系列 都不要當文官啊 所以我只能說 這個人士我沒有什麼特別意見 因為這個人士跟其他蔡英文的人士不行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他所有的 你接下來看他其他的 大概都是這樣子 可是你要知道 從此以後呢 這就證明說 蔡總統 你要做所有的事情 就是你責任自負 因為你全部用的 都是聽你的話的人 那我們很期待 你司改胸有成竹 你真的知道你要做什麼 然後這些人會乖乖的去做 哪怕困難 再困難你也實力必達 如果做不到 那就是蔡總統你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用身高什麼成績 我們身高成績 全部都對著蔡總統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用的人 你都知道 他只是人家的工具而已 你去罵工具幹什麼 我講到這裡